各位朋友 菲律宾为了将那个坐摊在中国仁爱礁的 马德雷山号的破船 打造成永不沉默的碉堡 每个月都要派船去要送所谓的补给和建筑材料 中国呢也是屡次的拦截 是吧 可是呢 1月21号的时候不是海陆走不了吗 菲律宾派出了飞机 然后呢对沉船实施了空投物的补给 可是呢 我给大伙说过 他投的都是一些小包裹啊 那里边不可能有什么水泥沙子钢板之类的 是吧 但是呢 就是这么一个行为 菲律宾国内的民众啊 激动不已啊 认为这是与中国南海对峙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他们称赞菲律宾的海军司令好样的 并将那架小型运输机组啊 都给视为了英雄 有姑娘说 扬言说 我要嫁给他们 中国的朋友们听了以后呢 自然是气愤不已嘛 是不是 那个非法搁浅坐摊的那20多年 到现在还跟那赖着呢 一些中国的朋友呢 说他比较乐观 说这玩意儿过了20多年的风吹浪 咱不用管他啊 早已秀气斑斑了 用不了多久就会垮掉 自然消失 我们就能乐得其成了 可是呢 这些年的菲律宾也是一直想办法要加固这艘破船呢 啊 在海警船的保护下 哪个越不强闯人爱交啊 对不对 啊 菲律宾呢 这个在中国的海警和渔民朋友的这种重重的包围圈中 没法靠近呢 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所谓的加固和补给 但是呢 他们非常的狡猾 利用中国的这种同情心 把一些钢板和加固剂藏到了运粮食和饮用水的这种船上 以食物补给的名义运到了这艘破船上 你看他们的所谓的海军司令啊 什么这个国防部长啊 还有这个冒充所谓的补给人员登上了这艘破船 是吧 啊 出现了一些这个照片里边崭新的钢板对船进行了维修和加部啊 而且呢 还要往上运沙子水泥准备跟那长期的坐地炮了 是不是 菲律宾这次通过运输机投东西啊 可彻底的惹怒了中方了 又传来一个消息各位啊 呵呵 你们看看 前两天的时候我给大家聊过这个事啊 我聊过 我说这个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可能是被惹急了要开战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马上就出来服软了 他不是前一阵的时候给那个赖清德发贺电吗 发完贺电不是中国 再加上他们空投那个物资的事 我感觉中国可能是要动手了 所以呢 这个小马克思可能是得到了中方的最后的通牒或者是警告 马上就服软了 说那个我们永远不支持台湾独立 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 至于说台湾怎么统一的问题 那是中国自己的事 我们不管啊 说在这个服软服的也是在台湾问题上比较彻底 但是又传来一个最新的消息 说菲律宾方面宣布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周边 就是巴拉旺省 他们所谓的巴拉旺省 诡异的两艘船又没了 沉了 然后呢 11个人失踪 各位 你说这个投个补给以后不到72小时 这是遭了报应了呢 还是说这个中国忍无可忍了呢 这都不知道啊 各位 但是有一个迹象我也给大佬说了啊 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的航母舰队 这个时候去了南海的人爱礁海域 然后呢 这个小马克思就出来道歉 我估计应该是解放军已经是集结到南海 真想揍他了 所以这个很好一个动手目标 我不说吗 你要是把那破船给他打烂了 中国的股市啊 缺的就是一点点信心 能涨一千点 是吧 所以这一次 各位 这是谁出手了呀 我们看看这次的这个消息啊 因为菲律宾啊 他在南海 仁爱礁海附近南海啊 是以前就有过这种 被什么中国商船给撞了以后啊 三鸣死亡啊 渔船通鸣 这说是这个中国籍的商船给撞的 是吧 那个事儿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啊 现在也又出来了 说新华社马尼拉1月25号店 根据中国网的报道 菲律宾海军25号说 两艘船船只目前在菲律宾巴拉旺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的11名乘客失踪 菲律宾海军西部部队部队的司令 艾伦哈威尔说这两艘船船24号在巴拉旺省首辅普林塞港啊 普林 普林塞萨港 东北部的罗哈斯附近的海域沉没 飞海军已派出一架直升机搜寻 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 这都是这个一些国内新闻啊 吉木新闻啊 什么中国网啊 新华社的报道 但是这个事情诡异的是 在海外的媒体上 我找了一圈 推特上啊 然后油管上包括那个什么美国之轮啊 什么自由这个轮子电台啊 全没报道 往往往常如果有这事的话 他第一时间就报道过来了啊 我找了一圈没有 是吧 咱也不阴谋论啊 咱就说这个可能性啊 咱也不阴谋论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 那个航母舰队开过去了 然后小马克思就出来道歉了 啊 各位 你们想想吧 啊 为什么呀 是不是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无需再忍了 好吧 咱们再说说 好多朋友啊 比较着急啊 你看看一个破船啊 这么一大国啊 对吧啊 就不敢动那破船 是吧 呃 其实 人爱交啊 其实人爱交啊 现在啊 按照这个战略价值来讲 没那么重要了 各位啊 这不是我那个危言耸听 当然了啊 中国的国土再大 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我就说这意思 为什么现在没有着急 把这破船给他弄沉了 是吧 啊 就因为啊 中国这两年呢 在这个人爱交附近 比如说人爱交的东西两侧是仙宾交和美济交 其中呢 中国在美济交已经建成了军用机场 已经跟浙壁岛 永蜀岛形成了著名的南沙铁三角 就是说上面都有军用机场了 各位啊 看到没有 这已经是铁三角 基本上这上面都有中国的军用机场 你看到没有 就等于说三个岛 把这个人爱交 已经给他包到中间了 而且呢 这个距离都很近 三十公里的 什么四五十公里的都很 这对于解放军的战机来讲的话 一分钟都不到的事 那我说这意思什么意思呢 中国现在可能考虑啊 这个人爱交的所谓的军 军事战略价值在中国的三个岛已经构成了军用机场 永不沉默的航母的这种态势以后 对吧 啊 所以说人爱交对中国的战略价值现在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现在呢 也不着急 这个把他给揍一顿 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但是前两天的时候 我估计是真把中国给惹急了 你要不然的话 要没有那么强大的军事压力的话 马克思能出来道歉 能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扶的这么彻底 然后呢 这个时候 那个红海打成了一锅粥的情况下 美国还把航空母舰跟那紧急给撤回来 联合英国给他撞哪儿 跑到那个人爱交附近去了 我觉得一度可能是中国真想揍他一顿 我觉得揍就对 我还是那句话 你把那破船给他揍了 股市涨一千点 那何乐而不为啊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集再聊